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我首先是多謝所有勞工 對社會的服務 也都祝賀大家五一勞動節愉快 今天我是去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是有關於 樂寧的科技教育和租任服務中心 在沙田 接著我去了大埔的一個樂群社會服務中心 兩個對於長者以及社區的服務 令我更加感受到社區服務的重要性 也都令我覺得居家安老是我們很廣大的長者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和提供多些服務 在我的政綱裏面特別是提及 應該是照顧長者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另外在社區的一個服務中心 樂群服務中心裏面 我的感受也是很大 所以我在我的政綱裏面提出 包括長者的生活津貼 我們是用一個低的資格 它已經拿到高額的一個費用 還有我是會擴大我們的社區家居安老的服務捐 這方面希望盡量幫到長者 也都有長者提及醫療捐 對它的重要性 而且我也強調在沙發區 我們是會強化我們那個義工的網絡 特別是做服務和關愛的一個義工網絡系統 確保我們的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一是貼地 第二是可以有效率